各位朋友大家好 今天呢我们一起来聊一下 为什么要支持川普当选 为什么要支持川普连任 当然未来人已经提到了川普的连任 但是呢 在每个人的心中呢 都有自己的一些选择 那我们今天就来聊一聊 为什么说很多人是支持川普 或者说支持川普 这个是不是非常重要 尤其是对于很多大陆的和台湾的朋友来说 其实这个是一个需要明确的一个问题 那么关于这个美国大选 我们之前提到过很多次 包括我们也讲清楚了 这个民主党和共和党之间的一个本质的区别 当然我们只是标签化的区别 但是实际上现在来看的话 民主党和共和党都发生了很多新的变化 或者说之前跟大家描述的这种标签化的描述呢 不能够去深入的体现民主党和共和党的本质 很多人都误解了民主党 也误解了共和党 为什么呢 因为实际上他们都发生了一些变化 这种变化来自于什么呢 来自于华盛顿的职业政客 也就是说很多的职业政客他们当了一辈子的政客 他们会把很多的东西呢 变得这个非常的肮脏 而民主党里面有 共和党里面自然的也有 只要是这个职业政客 他肯定会有各种各样的一些阴暗面在里面 所以我们之前说的这种只是理想状态 民主党 保护弱势群体 大政府高福利 对吧 高税收 共和党 小政府 低税收 然后呢 适中的福利 对吧 当然实际上 从所谓的尊重个体的自由 对吧 从所谓的保护弱势群体来看 其实大家看到了 我们就不说别的 就直接说这个所谓的黑人群体 对吧 黑人群体可能是号称以前百分之九十几的支持 这个民主党 就是从表面上来看 因为民主党为他们发声了 对吧 所谓的这个black leaf matter 对吧 但实际上现在其实它已经发生的直变了 为什么呢 因为现在别人发现了 或者说 很多很多的黑人 他已经发现了民主党 根本就不是来解决问题的 为什么呢 因为他们其实 就是一些职业政客 就是刚才我们提到的 这些职业政客 把很多东西都变位了 他们为了让黑人群体支持他们 其实他们让 故意的让黑人群体去永远的一个贫穷的循环当中 也就是相当于说永远依赖于民主党 那么相当于说黑人群体永远变成了民主党的一个票仓 对吧 这个是职业政客 把它变成这样的 这个是没有办法的 这个很多东西发展到后来 它都会变位了 而一开始他 他说我给你发声 我给你发声 对吧 但实际上到后来 他发现 很好去利用这些黑人群体 对吧 就是保证 保证让他们去贫穷的状态 那他们什么政策呢 他们就是简单的去通过发钱 就是永远不会想着真正的去帮黑人群体解决问题 对吧 黑人群体的高失业率 什么 对吧 他们都不去解决这些问题 他们是简单的去发钱 但实际上 我们前面也强调过 没有任何的一个人 说通过拿福利能够变得富有 而且呢 他一个人没有什么技能的话 他不可能长久的 就是有一个稳定的收入来源 那实际上呢 共和党的很多理念呢 就真的可以解决这些问题 也就是说 这真的你要帮助黑人群体 实际上你需要给他们 很好的一些职业培训 然后呢 很多很多东西 就相当于中国的一句老话 兽人以鱼 不止兽之以鱼 就简单说 对吧 就是相当于说 你给别人一条鱼 对吧 还不如说 你教别人怎么样去钓鱼 如果说 你教会了这个人 怎么去钓鱼 他以后还愁有鱼吃的问题呢 对不对 所以民主党从来 其实他不是解决问题的 他只是描述这个问题 然后他利用这个问题 然后他利用的黑人群体 包括我身边的很多朋友 很多的黑 有好几个的这个黑人朋友 他们都认识到这些问题的 他们从来都 他们说 他们现在不会再去投 所谓的民主党 其实原因 大家都知道 也就是稍微 稍微能够自己去思考的 这样的一些这个 黑人群体 他们都发现了这样的一个问题 所以为什么今年有 百分之三十几的黑人群体 去支持川普 其实也不是没有原因的 所以大家看到这个就知道 所以民主党本身的问题 非常非常的严重 当然你说这个职业政客 共和党里面有吗 共和党里面也有 对吧 所以为什么川普 他受到这么大的阻力啊 因为共和党里面 也有建制派 所谓的建制派 就是那些职业政客嘛 对吧 共和党里面肯定也有 所以他也受到了 党内的各种阻力 所以这个川普 其实真的是很不容易 在两个党 都对他有各种各样的 这个反对的声音当中 他在四年里面 做了这么多的事情 大家可以看到 他的进宪的承诺 全部都几乎全部都实现了 而且他在外交上的这些手段 实现了很多地方的和平 基本上说 他没有派什么美军在外面去打仗 据一个统计说 这个美国的这个部队 就是在牺牲的这个人员 在川普时期才是只有几十个人 而在奥巴马时期 还有包括前面的布什时期 好像都是几千上万人 这个非常恐怖 所以大家可以看得出来 这个对比 而且川普采取的这个策略 就是让领导先走 这个策略 其实非常好 各种无人机 对吧 这个才是真正解决问题的 就是这个策略和办法和途径 这是这帮所谓的搞恐怖主义的 对吧 你说把这些领导都杀掉了 对吧 这是小喽啰自动的就散了 对吧 而且呢 如果你切断了这个恐怖分子的 这些这个资金来源 实际上很多问题都解决了 所以这才是解决问题的本质 那么更重要的是呢 这个民主党 其实他还跟这个中共狼狈为奸 我们前面说的这个亨特 对吧 亨特 这个拜登的这个儿子 他不仅在乌克兰 这个贪污受贿啊 而且这个在中共那里也拿钱 对吧 跟什么那个叶简明 总而言之 当然中共内部也有各种类斗 所以导致各种料都爆出来了 对吧 中共内部也有各种派系 所以这些料呢 爆出来其实也不意外 对吧 这个很多派系呢 觉得这个料爆出来 对他们有帮助啊 可能叶简明 他不属于洗包子这个派系的 对吧 总而言之呢 这个民主党啊 跟这个中共也有 各种各种勾连 对吧 这个就导致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 如果说民主党上台 那你可以想象一下 美国以后变成什么样的 对吧 那会不会变成中共的后花园 那很多人你说 你说费尽心思 说移民要到跑到美国来 结果最后还逃不出中共的这个手掌心 这个是你想要的吗 显然不是 对吧 尤其是所以大陆的华人朋友 和台湾的华人朋友 对吧 真的要注意 如果说你有投票权 一定要支持川普 一定要支持川普 这实际上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 也只有拯救了美国 才能够去拯救世界 这个实际上是一个非常明确的问题 很多人说美国是世界的明灯 如果说这个世界明灯 也被中共给污染了 那恐怕这个世界就要沉沦了 其实这个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 所以